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禅 今天是2022年3月25日周五 咱们坐下复盘 三宇欲来丰满楼 或攻或守 怎么去决策 禅论别人解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在前面提到一点 这属于个人的一种理解 同时的话也是对于禅论的偏中高阶的一种运用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如何能够让自己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那么不要沉浸于自己的立场 沉浸于自己的主观喜好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仓位非常重的 那么内心又渴望未来会能上涨 那么可能对一些隐患 对一些可能引发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或者是卖点会视而不见 那么如果说是属于空仓 可能会渴望下跌 那么这里面的话 像残论的魂 交易指导也好 那么走的是走势中完美 那么到的层面呢 是承认市场的无偿 循环和深处坏灭 不管是从个股的层面 板块的层面 还是从大的环境来讲 那么它必然是不断的 深处坏灭的循环当中 那么呢 从当下来讲 它对应的只能用强弱 用当前的结构来进行分析和跟踪 但是你不能当下你是不能决定 接下来一定涨一定跌 那么数的层面的话呢 像结构被迟买卖点 那么呢 侧脸就是选择于放弃 但是这一块的话呢 后面有机会再给它去细讲 那么咱们结合 对于大盘创业板板块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解读 那么像今天周五 咱们从周开线来进行看待 那么当前商政制度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它是从前面3708点位以来 周线一笔下的发展当中 那么本周上周和上上周的话呢 它连底分都没有形成 而且本周的话呢 它的开线是被上周所包含的 量能是缩减的 那么从单纯的开线来讲 这个位置呈现的是一种运线的表达 就是它是没有方向的 那么底分没有形成 没有方向 是不能认为周线的一笔下结束的 那么如果说呈现周线的底分 它只是一个观察点 如果能够出现墙底分上五均 只是观察未来会不会展现一笔 周线的一笔上 而当前底分都没有形成 这是周开的一个表达 而且对应的话呢 MSD临州下方绿柱拉长 所以说呢 当前这种状态呢 在结合传统的通道线的视角来讲 它属于中期的这样的趋势线 颇位于反抽 如此而已 那么我们再来看 日开的一个表达 而且周开的话呢 对应的是可以把它作为例子 从2440 它是一个周开的线段上的结束 3731 那么周开的线段下的发展当中 当前的话呢 是周开的一笔下的发展当中 那么我们再来日开 日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视角 是可以把3731 点位以来作为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而且呢 它的乡下的离开段和前面基督段 并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我们观察的视角 是 这个 日线的这样的一个下跌走势类型 你是不能认为它结束的 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看 它的内部结构来讲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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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内部也是没有被迟的 而且这个位置反强呢 从次级别来讲 它是触发三天卖点附近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 昨天 前天 这个位置呢 保持谨慎的一个因素 而且的话呢 伴随一周 从3023点以来的这样的反弹 日线已经呈现的是属于 日线是属于一笔上 但是呢 这个一笔上的表达对应的是 持续数量量能保持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呈现反弹 呈现衰竭的一个迹象 那么呢 再加上连续的十字星多空 市均立即即将变盘 只不过呢 从量价关系 包括呢 当前的这种环境 更多的保持谨慎 防范的是向下变盘 或者是二次探底 那么呢 当前这个位置怎么去 再去细分 去看待呢 顶分呈现 今天的优势 给出这样的一个光角的阴线 实际上呢 还是属于 空头 在进行占优的一种状态 当下来讲 那么我们再用更小级别的五分 三十分钟五分钟 那么从三十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很清晰 最起码的话呢 这个位置向上反弹 三个线段上 线段上的话呢 那么结合MICD 已经呈现了顶背离 在这个位置 而且前面的话呢 它又是有一个三分钟速下沿 三分钟下沿呢 在三千四百点以待 咱们这也是多次表达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三十分钟层面来讲 它是靠近三十分钟级别 三连卖点的 那么这个三十分钟级别 三连卖点 它已经跌下来了 这是被确认了 没有跌下来之前 只是说呢 它可能或者是触发 而且呢 再结合 不管是底背离 还是量能的一个缩减来讲 这个位置只保持谨慎的 一种视角而已 那么什么情况下 是可以把这种风险 给化解掉呢 那么讲到此处 要做一个习惯性的 或者是做一个经验性的 一个思考 就是呢 风险 一个是 在没有发生之前 才叫防范 已经发生的时候的话呢 那就要规避了 不是防范了 但是呢 风险它是呢 它是 一个是 试放 就是属于 消化 另外一种呢 是化解 就是在防范风险之际的话呢 那么谨慎的一个视角来讲 稳健的一个视角来讲 实际上是可以 适当的降低仓位 或者是减少操作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震一震 量能起来了 然后呢 乡上打破被迟了 打破三连卖点了 而回落给出五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这是什么 这是属于 当下的这种风险是被化解的 但是它化解过之后的话呢 它会触发 相应级别的 相应的机会点 你从这就把握即可 这就属于风险是 可被化解的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没有被化解 而是呢 回落 那么它真的调下来之后 那么内部只要说有被迟 有结构 那么它与它之间有被迟 有结构 那么呢 就要风险释放 释放过之后的话呢 又会呈现新的机会点 那么反之也是一样的 机会 当下看好或者是 还在量价关系比较健康 但是呢 它的后面的推演来讲 机会 它也会什么呢 它也会 呈现一种 列出呢 呈现一种 从机会转化为 新的风险 列出的呈现新的隐患 新的被迟 那么如果说对应的 量价 健康 而且的话呢 对应的 不管是从板块来讲 有主流板块 从量能来讲 量能有持续 这种情况下 那么对应的 它可是走势升量来讲 它是可延续的 这也是需要一分玩 其实用真的非常考验 有辩证的思维 好 这是30分钟层面来讲 那么我们再来看五分钟 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来进观察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 完全可以 就像3279 从3023点以来 到3279 它实际上是一个 五分钟的线段上 当前走的是一个五分钟 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在那种表达 那么这个位置 对应的话呢 后面 跟踪的一个节点 就是当前 它已经是作为 新的五分钟 大线段下的 生长当中 那么这个生长当中 内部 我们再结合了 一分钟来去看 只不过呢 后面用五分钟视觉来讲 这个位置还不能 似为止跌 因为呢 今天是属于光角的阴线 如果继续往下 后面的反球 连前面这个 低点都不接触 它实际上是 五分钟大线段下的 300 如果接触的话呢 但是不能快速的 约过去 它对应的是 完全可以当成 一个反向的 五分钟中枢 而后呢 走一个 新的五分钟呢 盘转下跌 线下离开段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枪有力的 把前面高点 都能约过去了 后面的话呢 待量 那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 五分钟中枢 走向上离开段 然后再观察 它是否给了300 这是一种完全 推演的一个视角 但是从 更小的级别来 去看的话呢 列度从一分钟的 一个视角 当前从 3023点以来 那么咱们前面 之所以如此的谨慎 而且呢 保持这样的态度 是因为什么呢 五分钟线段上的 内部一分钟 已经走出 盘转上的主类型了 而且这个走出类型的话呢 它内部是有被迟的 内部是有被迟 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这个一分钟 走出类型上 随时是可以结束的 那么当前我们来看啊 对应了 这个位置的下跌 和前面的 相比较来讲 它是并没有被迟 这是一分钟级别 这个位置是可以当成 一个一分钟中枢的延伸 而且的话呢 这个位置反周边 一分钟中枢 下沿都没有进入 它使用了一分钟三脉 所以说呢 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它反而并不能认为 它调整结束了 如果说后面的话呢 来震一震给出一个 和它同级别 同方向的一分钟中枢 然后再走一个线下离开段 但是呢 它承起的下跌来讲是 一分钟的趋势下都走完了 且有被迟 潜力不破 甚至连半肤位的位置都不到 那么它就属于 相比较来讲 这个下跌 内部结构更饱满 但是呢 它的下跌的空间 和前面这些的上涨来讲 下跌的空间更小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以3000 023点为以来 它就属于什么的 上涨力度和下跌流向 比较来讲 下跌力度要弱 那么它更容易出现 再一次的反弹 这就属于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了 那么同样呢 从推演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 好 如果说继续往下 没有给出第二个中枢 然后呢 反周连前面低点都不进入 那么它是完全可以继续往下的 待第二个中枢组件完成之后 那么再看 向下是否有被迟 向上的话呢 是否给出300 向上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用 如果说呢 有量能 有板块的一个 主线板块的一个出现 是可以把握机会的 如果说呢 没有有被迟了 但是呢 量能是属于数量的 板块的也没有持续性 可以等待什么呢 等待 对应的 强有力的 二类买点或者三类买点 但是这只是一分钟级别 那么我们结合什么 刚才 从周开 它对应的是属于 周开一笔下 当前呢 连底分还没有形成 所以这个位置呢 是 没有方向的 或者说呢 还是属于下跌 一笔下 还不能收益结束 日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笔下 一笔上 这个一笔上呢 出现顶分 而且的话呢 对应的是持续数量 同时用三十分钟视角的话呢 它的三脉附近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 跟中的一个节点 它已经是属于什么呢 它已经是属于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 来去看 后面呢 观察是给出 会不会触发 新的大线端下的三类买点 三类卖点 这是它的一个跟中视角 以及呢 如果说用一分钟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刚才这种推延 这个位置反抽 前面这个小的平台下沿 都不能接触三卖 再回落 这个位置的 还不能视为回落结束 所以说还需要去观察 所以说下周的话呢 如果说 盘面 持续震荡往下 如果说呢 内部有结构 前低不破 不管破也不破 如果说内部有结构 有被迟 那么呢 下周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不错的 低点 但是呢 前提是不出现急跌 只要不出现连续的急跌 那么呢 回落下来 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用三十级别的二类买点 破前面低点的话呢 可以用三十级别的一类买点 就在下周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就往下真的推下来了 反而是可以找新的 低息的一个节点 但是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还不能视为调整结束 好 这是商政指数 那么呢 是 很多 股有 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我们交易的是具体的个股 而不是大盘 那么天天看大盘 天天看创业板指数 天天看 这些 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他决定的是什么 他决定的是 就是他反映的是 市场的整体情绪 以及呢 强弱的表达 如果说呢 大盘整体来讲是处于 其实呢 大盘 如果说上涨 你要是选不对方向 可能也赚不到钱 不管是大盘上涨也好 大盘震荡也好 他只要震荡 那么呢 从板块的视角来讲 他一定是板块分化的 有的板块涨 有的板块跌 那么呢 只要看到 早准方量的板块 是有机会有利可图的 如果说呢 大盘创业板都属于单边下 或者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隐患的阶段 那么呢 大家会发现 像今天 你能看到八十几只个股涨停 但是的话呢 连续几天 你会发现 其实板块的这种持续性 绝大多数是比较差的 那么今天动一下 可能后面呢 就回落下去 很容易吃烫 好 这是商政指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创业板指的一个表达 那么像创业板指的话呢 那么前面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实际上 连续的十字心 连续十字心的话呢 量能是没有 是属于 持续在五军量线的下方的 那么今天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光 类似于光角的阴线 而存在 光角的阴线而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一下方这个缺口的位置 其实今天是已经回不到了 回不到过周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态度来讲 大的一个周期 从周开的一个维度来讲 它也是 像本周的高点2756 上周的高点2764 也说呢 本周是被上周所包含的 本周被上周所包含 它是这个位置的 它实际上周开阴阳交替 它是没有方向的 而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的前提之下 它是原先的方向 是不能不能认为它结束的 就是原先从3522以来的周线一笔下 这个位置是不能认为它结束的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够高看一线呢 如果这个位置呈现的是一种 强反包 带量强反包 而且出现这种强底分的一种状态 这种情况下呢 你是可以期待 是否会形成相伤的一笔上呢 而且呢 还要去跟 因为呢 即便出现底分了 它有可能会形成一笔上 强底分出现 但也有可能会破坏 所以只能是去跟的视角 但是连底分 或者呢 连这样的一个 阴阳交替 而且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 阶段性独空平衡 后面还是要继续选的方向的 这是从周开的表达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日开 日开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对呢 它是属于从3522点位以来 它是属于周开的 线段下的发展当中 这个位置的话呢 一笔上连前高都没有接触 只不能接触前低 接触前低的话呢 对应的还是属于 周开的线段下的发展当中 你不能认为它就结束了 新的线段生成 才能够宣告远先的线段 结束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从3576 这个位置以来 那么下上下 但是呢 这个下 它是比前面 它相比以来是没有被迟的 所以从日开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下跌 是没有结束的 就是这一段都不能设为结束 如果这一段结束了 后面给出一个日线的线段上 前低 矿期不接触 不接触 还是日线的大三脉 三脉之后的话呢 还要继续观察 这是 这也是为什么 在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咱们对于创业板指说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 而且呢 认为大的一个方向 它是属于下跌未完成 好 而且的话呢 早在去年的11月份 12月份的时间呢 就高度警惕 因为呢 它从1184点位以来 它已经走了日线的趋势上且趋势被迟 那么趋势上趋势被迟 那么当前的根本节点的话呢 如果说从3576往下看走势类型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更多的 如果说从30分钟或5分钟存在被迟的节点 它只是存在5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或者是30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但是呢 从日线层面来讲 它是下跌未完成的 因为这个下和前面没有被迟 如果说1可以延续往下 2级别反弹 如果说连前地都不接触 它还是一个向下走势类型的延续 这是日线层面 那么有30分钟视角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分解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例如说从走势的同级别分解来讲 30分钟走势类型 当前还得属于三分钟类型的延续当中 为什么说延续当中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它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三分钟书 这个位置可以当成第二三分钟书 只不过呢 从推演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回落 观察它潜力破不破 如果回落下来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二类买点去跟 如果说破了前面低点 但是呢 它是带有抵抗式的下跌 没有出现几率几跌 那么这个位置 30分钟的趋势下 趋势被迟 是可以触发30分钟级别的趋势被迟的 趋势被迟一迟 它对应的话呢 只是一个30分钟的 最起码呢 触发的是30分钟线上的一个 机会的推演 或者说呢 从走势的 首先先观察30分线端上 这个线端上如果都走得强 那么你可以期待一个 30分走势的形象 然后再考察前面这个地点 如果这个30分钟的线端上走得比较弱 那么呢 又防范这个位置会不会上一 会不会触发30卖点 二会不会上演中枢的震荡 这是一种跟踪的技巧 也是从推演的视角来进行看待 就是跌下来未必不好 反弹了也未必就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这里面的话要看什么 要看它内部的结构 上涨 那么呢 它上涨的力度持续性如何 板块有没有 带有持续性的板块出现 好 如果下跌的话呢 那么跌的过程当中 它是属于 是属于泥沙居下的是属于这种 没有任何背词 没有任何抵抗可言的下跌 还是属于内部有结构 有背词的下跌 有结构有背词的 那么调下来之后呢 反而是更好的机会点 就是当很多人非常绝望的时候 要割 就是呢 已经不自觉的要割肉的时候 可能呢 会迎来一步反弹 那么当 反弹过之后 自己呢 又开始 充满希望 心心满满的时候 对了 它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危机 当然了 这是当前的话呢 因为大的环境 它并不是一个 就是并不是一个强势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我们再看五分钟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跟踪节点是什么呢 咱们前面在这位置就推演过 就是当前 他已经吗 他已经 这个位置回落 他已经破了前面这样的一个 低点 破了前面这个低点的话呢 那么内部我们再来 看更小级别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基于往下 那么呢 完全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五分钟 当前的上 这个位置走的是五分钟 属于内线下 那么观察这一段内部 什么时候会触发新的被识节点 以前的破不破 这是跟踪的一个节点 好 当然你要是用一分钟的话呢 当一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实际上还属于这样的一个下行通道的延续当中 那么呢 一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已经还没有 没有结束 所以说呢 对比 如果说这个下跌 那么它的力度来讲 其实是比前面这个下跌 它的力度是更大的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被识可言的 所以说你只能用什么呢 这个位置下跌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呢 反弹 还要看能不能打破三脉 如果说能够打破三脉 像这个位置 它可以作为一分钟 一分钟的走势生长 走势生长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去用啊 已经可以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中枢来去运用当做 好 如果说会不会反筹的话呢 连这个呢 一个平台下沿都不能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它还是一个相应的三连卖点 但是的话呢 如果说 哎 乡下内部有结构 有被词 反弹 打破这样的一个中枢 下沿 打破三脉 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用二连卖点 或者说呢 这个位置 代用的 相应的直接 向上的话呢 进入原先证的平台内 再回落不破前面低点了 用二连卖点是可以去超短的视角了 好 那么咱们再综合一下 就是呢 把日开 周开日开 三十分钟 五分钟 来进看待的话呢 最起码你能够得到一个 从策略层面来讲 得到一个 抉择 什么抉择呢 在什么样的极点上 可以适当的谨慎 那么呢 什么样的极点上 你可以去试探性的去进场 当然这是从 大盘的一个视角 从大环境的一个视角 如果从板块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像今天对应的 从行业板块来讲 像农林牧鱼 像纺织服务 像旅游 等等 更多的话呢 是偏防御性板块 还能够走强 那么对应的话呢 其实不管是商政还是创业板 此说的话呢 其实当前并不漂亮 而且呢 从板块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近期 其实呢 真天真正有很好的 持续性的板块呢 并不多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增加交易的话呢 其实 盈亏比的角度来讲 其实反而更容易亏损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跟中的几点 同样的从板块的一个观察视角来讲 一个是板块内部是否保持量能 第二的话呢 板块的个股层面是否有保持风向标 如果板块有量 风向标的话呢 又能够延续保持住 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当成持续跟中的一个视角 后面的话呢 再去观察 好 这是对于持续的解读 那么刚才的话呢 大家可以取一反三 可以用咱们刚才讲的一个内容或者方法 例如从周开的一个层面来讲 它什么状态 日开的层面 什么状态 30分钟 以及呢 5分钟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你能如果说对于更多的板块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什么板块 它的一个调整 反而是机会 什么板块呢 它还是属于风险当中 那么就以一样板块指数为例吧 那么从周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是属于什么呢 从3081以来的周开的线段下的发展当中 但是呢 当前它呈现的是一个底分 底分过周的话呢 当前是属于带量的 给出这样的一个优胀性 优胀性的话 多空平衡着周开 表达 你要说用日开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它还是属于什么呢 从2060点位以来 它属于上是日线一笔上的发展当中 今天是被昨天所包含的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的话呢 但是量力都保持住的 所以说呢 对应了 如果说没有出现顶分破五军 它完全可以反复 如果说呢 继续往下出现这种 包含关系处理过去 出现强顶分破五军了 那么防范是一笔下的 防范一笔下的回落 真的一笔下的回落 如果量能够保持前例不破 它又会触发新的30分钟级别 二人买点 好 你要这种30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怎么去对应呢 好 从30分钟层面的观察机点 这个30分钟级别上和前面相比 它明显是增强的 就在这个位置 它是直接突破前面高点的 突破前面高点之后呢 如果说30分钟级别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是可以作为二来买点 作为新的买点去跟了 好 那么对应的 从走势的这样的一个 通缉分解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讲的一种模型 什么模型呢 是可以把它当中下跌 盘整加下跌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打破 从这个位置以来 高点不断的抬低 不断的抬低 低点不断的抬低 但是这个位置高点的话呢 突破前高了 突破前高 它的结构是发生一些 细微变化而成呆量 所以说呢 即便回落了 它反而可能回落下来 只要说呢 量堆能够保持住 不破前面低点 反而是机会点 你要是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 节点从2060 它的5分钟的盘整上 盘整上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对应了 它会不会后面跟踪的节点 是触发三点买点 还是中枢震荡 还是反向运动 那么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把这作为一个5分钟中枢 那么当前这个回落 如果说回落不破前面这个高点 它很有机会呢 再给反爆的 如果破了前面高点 但是呢 前面的低点这个平台下沿不破 那么它可以作为中枢震荡 就是突然的视角 一个是中枢震荡 一个是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对应的话呢 它是在观察内部 是否有结构有位置 让它反弹能够过前高 不能够前高的话呢 再回落破前面低点 那么就防范的是 走一个反向运动 再看它内部是否被迟了 如果快速跌破前面的那个低点 反收进不去 这就是一个必须要卖的点 卖的点了 好 这是一二 像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 是要随便举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从日线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现在下的发展当中 还不能设备结束 反弹的话呢 对应了量能没有跟上 量能没有跟上的话呢 对应了它就属于反弹的比较弱 如果从三十分钟 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对应了 它还得属于三十分钟 向下的走出类型的发展当中 你不能认为它结束 它连三列 它连二类买点都没有呈现过 好 如果这个位置回落 始终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内部又有五分钟的结构 且又被迟 不破前面低点 你只能作为五分钟的被迟 一满或者是三十分级别的 二类买点去跟 如此而已 大家可以取一反散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不管是像俄乌 局势如何发展 以及呢 像疫情的动态 其实这些呢 它都是在一定程度影响 情绪面的 但是市场 从当前的位置来讲的话呢 就是大方向 调下来 调升了 使清了机会点 如果反弹带量 短线续命 而已 如果说呢 反弹没有量能的支撑 它实际上是属于中期破位之后的反抽 反抽的话呢 反而是要找这样的一个卖点呢 这是大的一个节奏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那么呢 也看到很多粉丝朋友的留言 有朋友呢 不管是个股层面的 还是属于对于板块层面的 大家可以取一反弹 但是这段时间的话呢 总体上面来讲 市场的保持谨慎 个人认为呢 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精力有限 有些朋友呢 没有回顾 没有回顾到 保持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记得赞赏 好 再见